金山区石头山公园步道原本通往黄港的段落 因为94年台风侵袭的关系 山坡滑落步道也断了 当地的里长就期盼步道能够修复 让观光人潮再现 所以市议员张景豪也来到石头山步道来会刊 希望能够先让地质稳定之后 再进行步道的修复 金山区石头山公园是要眺望 主台双与民众必去的景点 不过在石头山步道的黄港渔港这一段 在民国94年时因为台风侵袭的关系 让山壁崩落步道也因此毁坏 这也让原本有不少游客顺着步道而来的观光资源就此磨络 为此当地里长也期盼能够修复平观光 市议员张景豪也为此发起会刊 到现场观察步道与山壁的现况 以前这一条步道是有通 它是有通到金山黄港渔港去 这一条步道要是能维持畅通的话 就人进得来游客进得来 能够走到黄港的渔港下去 也可以看到我们香港渔港在地人的风情 民俗习惯了解在地人的文化 这对我们在地 对我们地方的都有帮助 就是说这一条路来做会有好事 有一个环转步道 作量也完整 对我们地方有带动 对观光也都有带动 这边湿头山的步道 听我们北关处的长官讲说 这个在民国九十四年 这边就已经摊下去了 那因为还是很多登山客 还有一些我们黄港的里民 在这边做一个登山运动的习惯 那我们也是来这边希望让它的一些步道 能够让民众来更安全 本来是想说能够把一些边坡整治跟步道 维持它的通行顺畅 但是因为我后方的坍塌的部分 施工上很困难 因为它的坡度很达到九十度以上 所以希望说 北关处希望说把这个坍塌的部分 整治好他们才有办法进来做施工 靠近黄港的石头山步道 在台风来袭 山坡滑落 步道也跟着滑落 因此来到现场 可以看到步道崩落的地方 就是个将近九十度的峭壁 考荣道安全性 北关处也将从石头山公园那一侧 将步道封闭并驾着搞事牌 而乏人问津的石头山步道黄港段 就紧邻着崩落的山壁 成了相当危险的区域 为此里长与当地的居民都期盼能够修复 也确保民众的安全 今天有要求我们的农业局 做一个中期的计划 如何把这一个我们的石头山 把它做一个 探大的部分做一个整治 提出一个计划出来 那把那个计划完成之后 再来请北关处进来做一个 把步道做一个修缮整治 会看邀请农业局北关处 与公所商讨修复步道的可行性 不过碍于多年来监测评估 这里的山壁结构 至今依旧是相当不稳定的状态 可能到安全性才会一直搁置 没有修复 而市议员表示 会看后也将请农业局 先行针对山壁的结构 再评估并提出短期中期的 评估报告与计划 在环境安全结构稳定的前提之下 将步道来修复 为黄港增添观光潜能 记者拉平函金山采访报道